中国共产党建党本年来最成功之处是什么? 近日,知名国界友人文佑章的孙女文美兰在加拿大多伦多接受中西社记者采访时,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 在中国最近的百年史中,文佑章算得上一位风云之士。 文佳几代人,更是中国从近现代到当代风雨仓皇、沧桑局变的见证者。 1898年,出生在四川的文佑章,与国共两党都曾有深入交往,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给予支持,长期对外介绍新中国,始终致力于和平事业,被中国人民对外有协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她的儿子文中智,生于上海,作为加拿大的汉学家,同样致力于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的发展。 文美兰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75年与祖父、父亲和妹妹的中国之行,那是她首次访华。 六个星期的旅行,让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 另一次难忘的访华是在2011年,当时以83岁的文中智,率领全家大小十余人。 到中国走访了三个星期,这趟旅程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四川十方的马高桥村。 1980年代,文中智在四川大学任教时曾到那里住村,调研中国农村变革,并写出了《红土地》一书。 村民们很快认出了文中智。 消息传开,人们蜂拥而至盛情迎接,文中智与村民们交流毫无语言障碍,父亲与村民之间的情谊也打动了文美兰。 to see the warmth between my father and his people was just great. My father spoke Chinese very well, so he was able to engage with them fully. 文美兰坦言 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 大部分人并不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媒体则长期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但她相信西方与中国不仅有可能更好的相处 而且必须这样 不只是可能,但必须要是 必须要是 我们有大问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必须要解决一起 我们有大问题的拒绝 中的富贵和穷费 我们有大问题的灵状 我们必须要解决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 我们必须要解决 文美兰说自己喜欢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故事 因为这个政党所做的事是如此鼓舞人心 这种重力,这种重力,这种忌握,这种忌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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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当时,在这种重力,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种困难, 我认为这种忌揚的未来的领域会有能够出现 所以,我认为这种程度是什么需要永远不让遇忘了 他说 在共产党领导下 一个如此庞大 人口众多 且饥患深重的国家 发生了这么快的转变 这是绝对令人震惊的 也是不容易 不平坦的 某些时候 西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受到中国人民获得的解放 文美兰不由唱起了1975年 与祖父父父亲在长江之行时 学会的土地革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